廁所 廁所往往是家居最骯髒的地方 進行家居清潔一定要特別注重 當中座廁和去水位 都是兩個可以傳入病毒的源頭 簡單來說 這個塔就是骯髒的源頭 但這個骯髒源頭是你自己本人 傳骯髒的東西給你自己的家人 但是那個洞 這個去水位 這個就很麻煩 這個就不是你家的源頭 是別人家的源頭 人家是在下面大源或小源 那些病毒是可以在這裡走上來的 處理座廁有兩個位要留意 第一就是養成蓋廁所蓋沖廁的習慣 因為這個病毒是微粒的 我們叫做飛沫的形式 它一般都可以到幾米遠 如果你去廁所就不蓋蓋 拉一次就飛到全屋都一樣 同時都要定期清潔座廁 包括廁所板的裏裏外外都要處理 一般人就沒有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其實那個廁所 你要擦 用1比99抹 其實要擦得很密 飛沫 飛到周圍都是 變成在這個區域裡的所有面積 簡單來說就是 你當成一塊膠板 裡面的出出入油 你都應該用1比99抹 尤其是這些邊 是積了很多 那些拉水所做出來的東西 坐廁水箱裡 需不需要加入漂白餅呢? Dr. K Kwon 認為見仁見智 原來那些含有綠的清潔劑 或者一些跳白水那類的清潔劑 的消毒物質 有很大的機會 就會跟有機物產生一些致癌 那就是說 如果這裡沖了出去 污水系統 污水系統 其實會承受很多這些致癌 其實不是我們想的 因為最後都是污染了環境